今年日本是G7国家的轮值主席国。因此今年的G7国家领导人峰会、外长峰会、房长峰会、财长峰会都会在日本举行。最近几天,G7国家集团的外长峰会在东京举行。长达20页的G7外长峰会联合公报,在19日发布。促进和平与安全成为G7公报最重要的篇章。 我们能看到美国胁迫盟友对我们的围堵。从暗戳戳变得歇斯底里的公开化。七国外长会的公报里。促进和平与安全包含四个章节的内容。第一章节是全世界国家都能猜到的俄乌冲突。七国集团除了继续强调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、供货要求继续打下去之外。声明重点放在了第三国身上。七国集团在这个章节没有点第三国的名字。 只强调要阻止第三国绕过七国集团的制裁。与俄罗斯继续贸易。同时,要阻止第三国对俄罗斯提供军事物资援助。在美国的话术里。哪个国家不顾七国禁令和俄罗斯正常贸易。还有可能提供军事援助。 大家心里都有意赶称。拱火玩俄乌冲突。七国集团公报的第二章节,命名印太地区。美国再次强调了将奥克兰与七国集团对接起来。 七国集团认为印太地区。是当今全球最重大的最值得关注的区域。七国集团在这部分强调了加强与东盟国家。与太平洋岛国联盟加强合作。 如果结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近期对越南的访问。以及菲律宾重新摇摆回美国反华马前卒的位置。再加上美国与澳大利亚去年。对我国与太平洋岛国所罗门群岛签署安全协议。那么的强硬和愤怒。这些都能证明美国加强对东盟国家。对太平洋岛国的控制和干预。背后目标还是瞄准我国。 如果说七国集团在美国裹挟下。前两个篇章还只敢对我国暗戳戳的围堵的话。第三篇章就更加赤裸裸了。公报的第三篇章直接命名中国。国内许多专家翻译七国集团的公报。围绕中国章节,都更加关注台海部分描述。这里七国集团在掏空一个中国原则的背景下。重点强调台海和平攸关世界经济。 因此不允许任何国家单方改变现状。仅这一部分观点,咱们外交部已经严厉驳斥了。我这里要重点谈的是中国篇章的其他内容。 实际上除了台海局势。公报对东海与南海的开发和主张,都明确了反对。并且美国以七国外长一致背书的名义。将我国拒不承认的南海仲裁闹剧的非法结果。定义为未来处理所有南海争端的准绳。 很显然美国接下来会重新捡起。沉寂了六七年的南海仲裁案结果。鼓动菲律宾搅风搅雨。 当然在中国篇章的后半部分。对新疆、西藏的人权、香港的独立治权。公报又像失能老人一样重复穴刀了一遍。 在中国篇章之后。七国集团关注的第四个章节是朝鲜。这个部分七国集团很鲜明的。抛弃了特朗普时期的谈判对话空间。鲜明的表达三大观点。 第一是对朝鲜今年以来的。多次多种类导弹试射严厉反对与斥责。第二是没有谈判与对等空间。要求朝鲜先行彻底、不可逆地放弃核武器。第三是强调七国集团继续巩固对朝鲜的全方位制裁。从七国外长会公报最重要的促进和平与安全部分。全世界都能清晰看到两点。 第一点,虽然只有第三部分中国张杰明确提到中国。但是第一部分俄乌冲突,第二部分亚太。与第四部分朝鲜、美国重点关注的这些区域。恰恰东南西北将中国包在中间。 第二点,全世界都能看到七国集团。作为老牌霸权主义国家,甚至帝国主义的余孽。他们名义上强调促进和平与安全。可是在四个区域的所有政策。 都是强硬和拱火的。唯恐天下不乱的。七国集团在四个区域的政策。没有一个是促进和平、实现安全的。简直是不断点燃引线。希望每一个都爆炸。 这次七国集团外长会,除了公报引人关注。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关于我国的言论。更是引发全世界网友的群潮。布林肯在日本接受采访时表示。中国必须表现出继续与美国接触的意愿。 他的原话用的就是必须一词。作为世界大国的外交一哥。这样的表述确实把全网逗乐了。这样的语气,这样的言论。 布林肯作为美国国务卿。在面对美国国内反华势力造成的中美僵局的时候。毫无作为,居然摆出软饭硬吃。很显然是被咱们拒绝后,心态彻底炸了。咱们从过去一个多月的外交成果。 就能看出,咱们接待每一个外访都是很有诚意的。我们的这些付出都是为了务实的成果。当前拜登政府对反华声浪没有任何压制。或者根本压制不住。在这种情况下,布林肯还想进行长面子的会晤。很显然,只是崩面子的外交接触我们不稀罕了。我们明确提出,必须是落实两国元首共识的会晤才有意义。 过去几个月,我们的大国外交得到了许多的理资。这次布林肯,雷蒙多和耶伦都提出了访华申请。显然对我国是有所求的。但如果是走过场,如果是他们用来向国内宣传。你们看,我在努力和中国谈判。或者在努力向中国表现强硬。这样的秀场,我国没心思奉陪。布林肯想软饭硬吃的傲娇表态,咱们收到了。 但现阶段美国显然还没准备给我们理资。那这面子就别想要了。G7现在就是这么一副样子。 堂堂发达国家俱乐部沦落成钢比亚化。我也不知道是哪出了问题。可能是因为脑袋跟屁股分家太久了吧。 长期分裂的结果,就是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。整天坐着天朝上国的迷茫。找个睁眼看世界的人都不容易。好不容易出来一个。反而会被疯狗围殴一样的私钥。生怕自己有了半点长进。 殊不知世界早已不是以前那个世界。你不去顺应它,它就来改变你。1840年在中国发生过的事情,一样会在今天的G7身上发生。世界已经改变。G7却还抱着个过时的世界霸权思维不放。 搞不清楚自己几斤几两,这就叫奴马恋战。要谈论改变台海现状的问题。首先必须要搞清楚什么是台海现状。台海问题是中国内战遗留问题。双方至今从未签订任何停战协定、和平协议。也没有一方彻底消灭另一方。从法理上与事实上双方现在都处于战争状态。这才是台海现状。 虽然大陆一方出于民族团结角度出发。数次抛出了橄榄枝。都因为窃聚台湾一方和美国的虎角蛮缠。而最终没能改变这个现状。现在大陆一方已经无意再改变这个现状了。战争状态就战争状态呗。对于逆子不可能永远的纵容下去,该揍还得揍。想要改变这一现状的恰恰是美国为首的G7。是G7要改变现状。 即将一国内战的战争状态,改变为两国状态。法理上就是这么一回事。台海现状就是战争状态,既然是战争状态。 一方当然有权利动用任何形式的武力。真就是你跟他讲法律,他跟你谈政治。 你跟他谈政治,他跟你讲民意。你跟他讲民意,他跟你耍流氓。你跟他耍流氓,他跟你讲法律。 于情于理于法于事实。试图改变现状的都是美国为首的G7。 反而倒打一耙说中国要改变现状。中国改变什么现状?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。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。你美国自己也是承认这个现实的。 中国内战至今尚未结束。双方依旧处于内战状态。 动不动用武力都是天然合法的。可以不动用,也可以动用。 在战争状态的双方中,这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吗? 中国要结束内战,你不愿意。你是战争贩子吗?这就叫填补之耻。 从现实上讲,G7已经遭遇了全面失败。就这,你反对个毛线你反对。非要反对,请拿出你的实力来。